大家好,欢迎来到弦音的二胡课堂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 二胡的基础阅历知识,音程关系 那么什么是音程关系呢? 音程就是音与音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音程就是两个音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道道right是什么关系 right道me是什么关系 me道发,发道骚,这样的 那么学习音程关系 对于我们的二胡演奏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学习音程关系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寻找音准 这也是更科学的方法 那么很多朋友说 我自己靠听就可以听出音准 这种方法呢,其实不太适合初学者 而且这种方法也有听不准的时候 跟自己的自身的音乐素养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更科学的一个 寻找音准的方法 就是音程关系 那么我们二胡呢,采用的是首调的唱法 所以我们的音阶关系只有道路 amifat salasitam这一种音阶 所以学好这一种音阶 所有的调就都通了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音程 我把音程呢,在二胡中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二度音程,一种是其他度数的音程 那么什么是二度音程呢? 二度音程指的就是相连两个音的关系 比如道到right之间 right到me之间,me到8之间等等 那么其他度数的音程呢 就是指的不相连两个音之间 比如说道到me之间就是三度音程 还有四度,五度,六度,七度,八度 那后期我们会讲到 怎么去利用其他度数的音程 来找二胡中的音准 这一堂课呢,主要是讲 怎么通过二度音程去找音准 首先我们把二度音程分成两种 一种是大二度,一种是小二度 那么大和小肯定是有区分的 怎么去区分呢? 其实音程就是指的两个音之间的距离 那么大二度就是距离稍微大一点 小二度就是距离小一点 作用到二胡中呢 大二度具体的距离呢 在后面的视频我会讲解的 而小二度呢,一定是指尖碰指尖的 去紧紧的挨在一起 我再强调一遍 小二度的距离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音阶 也就是地道音阶在二胡中 道软米发发拉西刀 每两个音之间的音程关系 我都标的非常的清晰 我刀到拐之间是大二度 所以它们是手指之间是分开的 我拐到咪是大二度是分开的 咪到发呢是小二度 所以它们在二胡中是两个手指紧紧挨在一起的 发到骚是大二度是分开的 骚到拉拉到吸都是大二度都是分开的 我吸到刀呢是小二度 手指之间要紧紧的挨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音阶中要记住两组音 一个是咪发,一个是吸刀 因为这两组音是小二度 我们遇到这两组音的时候 手指要紧紧的挨在一起 我们其他的音都要分开就可以了 那么同理 这一调音阶是刀拉西刀的咪发骚 我们遇到吸刀和咪发要挨在一起 其他所有的音都要分开 那么F调呢 音阶是拉西刀和咪发骚拉 你遇到吸刀和咪发是要挨在一起的 其他所有的音都要分开就可以了 其实通过二度音程去找二胡中的音准是非常非常科学 而且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那么后面的视频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到大二度 在二胡中的距离是什么样的 那么在这些调中呢 是怎么通过二胡音程去找音准的 后面视频我会详细的讲解到 请大家继续往下观看 好 我们先以地调为例啊 刚才已经学了导入密发骚拉西刀 每一个音的音程关系都是什么 那么在二胡中 大二度呢 是要分开的 那么小二度呢 是要指尖碰指尖去挨在一起的 记住啊 一定要是指尖碰指尖去挨在一起 那么所有的大二度都是要分开的啊 在同一把位 比如说一把位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 大概是这个距离 好 我们以地调为例啊 刀到Y大二度分开 刀到M大二度 M到发小二度要挨在一起 那么发到SO大二度分开 来前 刀到L大二度 拉到C大二度 小二度 吸到刀 刀到RY大二度 好 那么以死类推 二把位三把位四把位也是一样的啊 但是一定要注意 随着把位的增高呢 每个手指之间的指距 也是会变小的 那么我们来说这一调啊 这一调扫软弦呢 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从里面开始说 低音桑到拉是大二度 拉到C是大二度分开 那么吸到刀挨在一起 那么刀到RY分开 外弦 追到咪 大二度 从咪到发小二度要指尖碰指尖 拉到桑 大二度 桑到拉 大二度 好 那么接下来二把位三把位四把位 也是以此类推的 只不过把位越高 指距越小 以F调为例呢 里弦呢 开始就是拉 拉到C是大二度 那么吸到刀是小二度 一指要换一指啊 下一点点 那么刀到RY 大二度 拉到咪 大二度 咪到发小二度要挨在一起 那么外弦 咪到发小二度 要在千斤下面 这个是发 发到骚是大二度 所以要下去 下一个大二度啊 所以要到了切把的位置了啊 骚到拉 大二度 拉到C 大二度 吸到刀 小二度紧紧按在一起 好 以上呢 是我们通过D调 G调 F调 做示范 然后帮助大家去找音程 其实音程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 大家永远要牢记 咪发 吸刀 挨在一起 其他都是分开的 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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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